嗨,大家好,我是娜娜匠 今天给大家讲富豪把兔血当产饮的故事 兔血 在土耳其上流社会的一个富豪家中 一个穿着燕尾服的管家拿着空笼子出来 傲慢地看了看四周后 把空笼子扔在了一旁 在豪宅最深处的小房间里 一个年过半百的老人被关在了里面 他拿出一个怀表 怀表里面有一张兔子的照片 另一边管家正在泡着茶 泡好茶 他恭恭敬敬地送到了富豪的身边 富豪接过杯子闻了闻香味后 开始满足地品尝着 这时大门被敲响 富豪挥手示意管家去敲门 自己接着喝着茶 管家打开门后 一双手送来了兔子 被关在笼子里的兔子十分楚楚可怜 管家接过兔子关上了门 兔子不知道自己接下来会如何 内心十分恐惧 管家来到了地下室 把兔子交给了老人 对老人说了几句话 老人摇头表示拒绝 管家语气开始愤怒起来 威胁他必须按照自己的话来做 说完 管家便离开了地下室 老人低下头沉思着 最好还是无奈的起身 畅畅微微地住着管杖打开了机器 转身回到了兔子身边 兔子有些害怕 老人安抚了兔子的情绪 他拿起桌上的照片缅怀着 原来他曾经养过许多兔子 老人温热地抚摸着兔子的头 好转内 傅豪已经喝完了杯中的茶 管家也失去地走到他身边 接过空杯 他把杯子放在茶壶前 准备为傅豪再续上一杯 可茶壶里已经没有茶了 傅豪和管家有些生气 另一边老人把兔子从笼子里拿了出来 他给兔子绑上了手铐和脚铐 接着插上了针罐 准备好了一切 老人活动了一下筋骨 他伸手将桌下的绳子套在了手上 敲打起了小骨 兔子在老人手绳的控制下 开始舞动着身体 刚开始 兔子一脸茫然 随着音乐的节奏 兔子开始主动跳舞 一边跳着一边享受着 殊不知他的血液正通过管道 一点点被吸走 兔子没有察觉 依然很开心的随着节奏舞动着身体 管道连着茶壶 不一会儿 空杯里蓄满了红色的茶 原来富豪喝的茶就是兔子的血 短片中的富豪象征着上层阶级 管家象征着中产阶级 老人象征着最底层的人 老人不想伤害兔子 无奈被上层阶级压制 他不得不这么做 短片形象的讽刺了 旧社会的阶级化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电影的全部内容 不管你来或不来 娜娜都会在二群的世界里 每天为你慎